各位好 歡迎收看JS愛公英文 這樣好像很丟高 來 大家好 歡迎收看JS愛公英文 就是愛公英文 因為我們之前有拍過一部 怎麼記單字的這個影片 然後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所以我想單字學習這件事情 應該是困擾著相當多的人 所以接下來我想要花一點時間 針對我那部影片裡面 所介紹的一個非常佛心的App 我想大家應該還記得 就是E4App English for Formosa 我們來做進一步的功能說明跟介紹 只因為這個軟體實在是太棒了 如果你還沒下載的話 Android的使用者請到這個Play Store 那如果是蘋果手機的就到App Store 搜尋E4App 應該就會看到這個E4F 這個E4F 然後呢 字跟字首字尾的字典 好多字喔 所以你們知道該怎麼做啦 就把它下載下來 E4F它的功能非常的多 那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它的長單字拆解的功能 就是很長的單字要把它拆解 OK 例如說我們拿這個 Internationalize這個字來做說明好了 你如果用的是一般的字典 你是把它輸入進去之後 你看到是Internationalize 然後它的意思是什麼 把點點點置於國際共管之下 或者使國計畫 就這樣 你插這個單字你就得到它的意思 對於很多人來說 這樣其實就夠了 但是呢 我們如果想要進一步了解的話呢 就一定要 拿出我們的E4F這個App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輸入進去 Internationalize OK 那輸入之後你會發現到這邊 它有講到Internationalize 那一樣你可以看到這邊 使國計畫至於國際管理下 就這樣 但是我想要讓大家來看 就是它下面這邊你看到 有一個字 有一個尾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Internationalize 這個字其實可以把它的字尾拆出來 那我們看到這邊 這個字的字尾是Ize 那你看到Ize它是一個動詞 那你看到這邊它有一個箭頭 其實都可以再把它點進去 那我們就點進去看一下 Ize它是一個動詞 那你看到下面這邊有一些特選單字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哇 原來這些全部都是單字 它也會幫你做一個簡單的拆解 比如說Realize 它是這種了解啊 實現啊 把點點變成事實 你看到它就是real E-A-L加上I-Z-E 你就知道說real是真實的 然後變成一個動詞 就是把這個東西真實化 就是實現啊 本來一個想法 然後你把它成真 這樣就是一個Realize 那下面這邊也有很多 像Memorize Modernize Emphasize 所以光是一個字尾 Ize 你就可以延伸好多好多的單字 所以呢 這樣就真的就是 一反十的功用 所以Ize動詞結尾 好 那我們再回去看 看到Internationalize 它可以把它變成 International 跟Ize這樣切開 那這邊有一個字 灰色的地方 你再把它點進去 只要是字你就可以點進去 它可以繼續做拆解 它一猜你會發現 喔 International原來是兩個字 去把它合在一起的 一個字首 然後一個是單字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字首 它是 Inter Inter 它是什麼意思 在點點點之間 中間 那我們就可以 再進去看一下 有哪些字呢 是這個字首 Inter 所組成的 你就可以 多了解一點 因為你們現在知道說 Inter 是 在點點點之間 那你看到這邊 Internet 網際網路 就是網跟網之間的事情 那還有這邊 面試 是Inter 為什麼 因為Inter 的時候 兩個人或是一堆人 大家在那邊幹嘛 互相看 你看我 我看你 這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Inter 互相看 那這邊我們看到 International 這邊就知道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 所以呢 National跟National 之間的 這樣就清楚了 好 還有下面這邊有一些 Inter Act 我們知道A C T Act 是行為 是動作 所以呢 Inter Act 就變成什麼 互相之間的動作 就是交互影響啦 相互的這個作用 OK 好 那我們再回去看 所以你看 Internationalize 可以這樣去切 那看到 Inter 跟 National 那 National 大家是幹嘛 國際牌嘛 這個 除了這個 National 國家的意思之外呢 我們可不可以進去 看一下 它還有 裡面藏什麼東西呢 你點進去之後 這個字點進去發現 它還可以猜成 Al結尾的一個形容詞 所以是 Nation 加上 Al 變成 National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Al結尾 它是一個非常常見的 形容詞結尾 我們看一下 有哪一些 點進來 好多 這個 National International 還有什麼 Normal Final Personal 那這邊看到 Personal就是 Person 加上 Al 對不對 所以呢 Person是人嘛 那跟人有關的 就是個人的 OK 那這邊其實有非常多 什麼 Spec Special Music Musical 這邊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探索一下 所以 我覺得這個真的還蠻有趣的 所以 光是Internationalize 這個字呢 有這麼多可以玩 結果你看 Nation 這個字竟然是灰色 它還是一個字 所以 表示它可以再繼續拆解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 點進去 Nation 竟然還可以切成 NAT NAT 跟I-O-N 所以呢 I-O-N 就是一個名詞的結尾 一樣 你可以點進去 看有哪一些 是你已經認識 好像 Actionation Relation Attention Television Information Tention 你看 這麼多 I-O-N 結尾的 它都是名詞 所以 利用這種方式 其實你就可以 很快的 就不用印記 就知道說 Oh I-O-N 好常見 它就是一個名詞的結尾 OK 好 所以這邊我們再回來 看到 NAT 那NAT 其實它就是比較難一點點的字根 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不知道 什麼 原來 NAT 還有這個意思 我們點進去 NAT 其實就是 出聲的意思 出聲 好 我們舉 NATIVE 這個字好了 NATIVE NATIVE 我們比較常見的是 它的這個 形容詞的用法 也就是 本地的 本國的 但是呢 這邊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一個名詞 就是本地人 或者是土產土人 就是在地的 所以呢 我們常常會 講到就是說 我是嘉義在地人 我是嘉義土生土長的 那你怎麼說 英文就是 I am a嘉義 NATIVE 就這樣 OK 所以呢 NAT 它是跟聲有關 那下面這邊有好多 NAT NATURE NATION NATAL OK 還有這個 哇 這個很適合講 INNATE OK Innate 就是所謂的天生的 一般我們會說一個人 就是天賦的能力 那 Innate NAT是生 那 IN是進入 所以呢 是它生出來的時候 就是它體內就有了 生出來的時候 它體內就擁有 就已經進入到生命裡面了 所以這個就是它 天生的 天生而來的 天賦的東西 Innate Ability 指的就是這種東西 所以呢 你看 Internationalize 藉由這一個 App呢 它竟然可以告訴我們 這麼多的東西 好朋友們 你們還不趕快去下載 趕快來好好的試用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呢 這個E4F的第一集的 跟大家來介紹呢 就到這邊啦 所以呢 歡迎大家可以繼續收看 我們的JSI公英文 那如果呢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呢 請記得 訂閱按讚加分享 記得按感謝你喔 掰掰